台湾民主基金会4月的时候 顺利游立法院长韩国瑜出任董事长 那么总统赖清德氏520就职之后呢 民主基金会董事名单呢 也悄悄地更新咯 那政党的代表部分呢 蓝绿白依照国会席次比例各有四席四席一席 那国民党民众党提名代表没有改变 不过民进党却换下了卫福部次长林静怡 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非凡等人 改由民进党立委沈柏扬跟范云入列 好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 好纷扰不断的国会改革法终于是三读通过了 那行政院呢就提出了复议 不过呢又出事了吗 其中呢总统国情报告的支持度最高有65.7% 针对国会改革非常支持 然后还算支持的其实有过半 加起来大概是57.3% 不太支持跟非常不支持 加总只有百分之三十点八 那么再来呢第二张图 我们来看到啊 至于立委在立法院的表现 百分之四十一点四是支持蓝营跟白营的 国民党占百分之二十八点四 民众党百分之十三 那么另外呢百分之二十六点八的民众 是支持民进党的 好这以上呢是各政党 跟这个改革法案的分析 每次他只要一出现呢 就会受到很多的媒体的关注 他讲的每一句话呢都会被列为金句 对他就是回答CEO黄仁勋 他说第二座研发中心可能会靠近台北 到底会不会是在台北呢 到底在哪里呢 他很好奇耶 大家非常关注耶 展望案件表示一定是会全力以赴的来积极争取 那么今天呢六月七号 其实是新北市长侯友宜的生日 刷一排蛋糕啦 侯市长生日快乐 那侯市长生日月望说 希望挥达落脚新北 来新北来新北 好来看看双北AI的角力战 好像越来越激烈了 这个我们都还没有确定 我想媒体也很关心 也都有问黄仁勋 台北市的立场 我们一直非常积极的结洽跟争取 我们也很希望 让台北整体区位条件各方面的优势 包括我们整体的生活机能 交通的便捷 更重要我们汇聚的最多 最顶尖优秀的技术研发人才 以及跨领域的人才 所以我们都会持续积极努力争取 市长今天是侯市长的生日 那他有说他的生日愿望是 争取挥达落脚在新北吧 会不会要想他的生日愿望吗 先祝侯市长生日快乐 那对于争取包括挥达在内的各方投资台北市 我们都会非常努力 而且展开双臂 结成欢迎各方民间优秀企业来进驻大力投资 跟我们一同参与各项市政的建设 好了黄仁勋呢真的是6月8号 礼拜六早上要离开台湾了啦 他预告说还会再来 而且是在今年喔 那针对黄仁勋在台湾的高人气呢 美国有线电视网CNN还做了非常大篇幅的报道 我们一起来看看 Hollywood welcome in Taiwan for a trend-setting tech superstar from throwing the first pitch to visiting his favorite food stands the travels of Taiwanese American Jensen Huang NVIDIA's founder and one of the world's richest men dominating the island's news and social media even more than China's massive military drills last month 黄仁勋6号接受访问的时候就提到了 挥达接下来挥达投资台湾 他说挥达会有更多的建设 规模呢也会更大 同时呢他也输入台湾的英文名字字母 他说TAI里面就有AI两个字 所以台湾理所当然帮助世界建立AI的基础建设 不过对于挥达市值超越苹果 他说没什么想法 那有关于到底要不要辞呢 立法院国民党党团总招傅昆琦 昨天不是呛了卓荣泰吗 如果复议案没过你要不要请辞啊 今天呢卓荣泰面对媒体就回呛 按照宪法没有请辞这个选项啦 把时间交给马德成佑 好久不过行政院对于国会改革 无法三读通过之后是正式的提出复议 但是这个复议案呢 昨天国民党团总招傅昆琦就说 行政院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提出复议案 这个真的是效率之快 同时还直接问卓荣泰 请问一下如果这个复议案没有通过的话 卓荣泰要不要下台负责呢 今天行政院长卓荣泰有最新的回应 我们一起来看 但是我非常遗憾的是 如果复议没有通过 依照新修订的宪法征修条文 第三条第二项第二款的规定 行政院长没有辞职的选项 不过我倒是要提醒傅昆琦委员 您有第三款的选项 您要不要放弃 你可以听到卓荣泰是直接回向傅昆琦 现在宪法里面并没有规定说复议案 不过的话 那么行政院长必须要来请辞 所以话也是讲得非常的呛 而后面卓荣泰有特别提到 那么傅昆琦要不要放弃 他所谓的放弃 他就是要问傅昆琦 要不要放弃倒戈 但是现在蓝白并没有要提出倒戈的声音 所以卓荣泰这样的一个说法 只能够解读成有点在激怒蓝白阵营 你们有种就来提倒戈 所以可以看到民党现在面对这个国会改革 他们输不起之后就来提复议 然后再来要来激怒蓝白阵营 能够来提出倒戈 那这样的话对于民进党是最有利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我们这一节的鬼嘴心 好了上个月的这个国会改革法案 那终于呢 这个赖清德要到国会去 国情报告这一点呢 王鸿威就质疑 民进党一直拿毁宪乱政来当党剑牌 谢龙介也批评执政党把复议当儿戏吗 那不爽复议 而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民绑架卓荣泰 怎么感觉好像是柯建民的行政局长 在宪法里面本来就规定 就是总统得到国会来做这个国情 报告 而且赖清德自己在选前也对外讲说 他愿意到立法院来做这个国情报告 所以请问到底是为什么线 为哪一条条文 所以民进党到现在为止 动不动就要来讲毁宪乱政 那我真的觉得非常好笑 因为这个赖清德之前说 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 结果你们现在呢 抱着这个灾难 当你们的护身符打键牌 那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他们所说的这个七条 就是说所谓挚爱难嫌地方 有很多都是造谣声势 是不折不扣的假讯息 因为县华征修条文 已经把复议不通过 行政院长要辞职 这个已经拿掉了 所以他就变成把复议当儿戏 他不爽就来复议 但是在野党要很清楚 这是执政党的策略 也是执政党的手段 因为他是40%少数政府 所以他现在用民粹来跟在野党对抗 他虽然被民粹绑架了 然后柯总召绑架了卓院长 卓龙泰变成柯总召的行政局长 然后听命于柯总召 为了对抗 然后不断的提出这些复议 但是你要想 这是执政党他用这个手段 守住了他民粹的40% 再来另外从官员的 行事风格的改变 要从中间选民这边 再拿到10%以上 我想这就是他们的两手策略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确行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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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